第1個 安眠醫生 第1個 安眠醫生 第1個 安眠醫生 第2個 安眠醫生 第2個 安眠醫生 馬大你要先聊這個安眠醫生嗎 對喔 安眠醫生 馬大說他要聊安眠醫生 對啊 馬大在做光劍 OK啊 可以啊 我可以來聊 其實我覺得 這一班應該可以再多聊一個就是那個 那個 曼達洛仁 曼達洛仁 最貴的影集 一集成本最高的影集 所以你已經看了曼達洛仁 當然看啦 對啊 曼達洛仁他是 等一下他是一次出來還是他每個禮拜 沒有 他一個禮拜一集 一個禮拜一集 我記得目前要遇過王十集吧 等他出來吧 他在講賞金獵人系列的故事 對啊 我對阿你們聽得清楚嗎 還可以啦 聽得清楚 還是我要再講 OK不會啊 怕你們聽不清楚 怕你們聽不清楚 來啦 那就交給你們 你要先聊什麼 要先聊安眠醫生還是那個 安眠醫生先好了 我來那個 我來念一下安眠醫生 好 歐比王肯諾比主演 對 沒錯 你是因為這個去看了嗎 對 這樣第一集我也看過很多次了啦 所以我本來就一定會去看 然後因為有一望麥葵哥所以更會去看啊 哦 而且裡面真的看了真的是滿滿心臟感 我來念一下劇情簡介 你說安眠醫生有心這樣感嗎 因為一望麥葵哥的關係吧 因為他的關係吧 並不是一個風格的關係 哦 我待會會一個很長的解析給你們聽 好 我來解釋 我來先念一下劇情 經過這麼多年 丹尼托魯茨 一望麥葵哥是 內心依舊為童年時期 在全景飯店所遭遇的可怕事件留下陰影 即管他努力試著過平淡的生活 但是當他遇到 艾伯拉這位勇敢的少女時 他平靜的生活完全破碎 艾伯拉同樣擁有被稱為閃靈的強大力量 Shining 一屏的直覺 艾伯拉知道丹尼擁有與他相同的能力 於是急切地尋找他 要與他一起對抗能且無情的高茂羅斯 高茂羅斯是什麼 與他的追隨者貞傑族 他們綁架具有閃靈能力的孩童 用可怕的方式吸取他們的精氣 藉以獲得長生不死的能力 丹尼決定幫助艾伯拉 這意味著他們將與羅斯 擋與貞傑族有一場殘酷的殊死鬥 艾伯拉天真且勇敢地擁抱他的閃靈能力 他也需要丹尼重新使用他的超能力 但這意味著丹尼斯必須面對 心裡最深層的恐懼 並喚起過去的鬼魂 這聽起來好像什麼科幻大片 這感覺起來跟原來的版本好像差很多的樣子 對 是蠻科幻的 與其說科幻不如說玄幻 奇幻片 對 奇幻是比較偏向魔界啊 或是定於火之歌啊 這種比較偏奇幻 然後那個鬼店 他上期是鬼店嘛 聽起來比較偏向玄幻 應該這樣講 鬼店他是因為 因為是庫伯利哥拍的嘛 他是拍說沒有特效的時候 Shiny會是什麼樣子的狀態 然後現在安眠醫生 他是因為有了現代的特效 所以他用現代特效來模擬 Shiny出現的時候會變成什麼樣子 你看人的精氣什麼樣子 因為簡單講 簡單講你可以思考成說 不同的導演在描述一件故事的前跟尾 那樣子 所以不同的導演風格不一樣 就像一樣是小丑 不同風格的導演派出完全不一樣嘛 割德風的 現實黑暗風的 或者是那個諾蘭風 都是小丑 但是不同的導演派出的風格就不一樣 閃靈劇唱這樣子 對啊 OK 而且 所以這邊有 除了我還有誰看過 只有你看過 只有你看過 當時純任說他要去看 結果看完以後 回來只跟我講說 我覺得UIMI哥哥好帥喔 好啊 他是很帥沒錯 他是很帥沒錯 好啦 可是說真的 你這個沒有看過第一集的時候 你的回想不會那麼大 他有看第一集啊 對 他有沒有看過是一回事 有沒有喜歡是一回事 有沒有研究是一回事 對啊 依照我的歌 依照我對 承認的認識 他應該不會喜歡鬼片 對啊 是啦 算是 因為我有跟他解釋說 為什麼啊 因為他那時候好像沒有很恐怖啊 我說 那部片啊 你必須要在一片黑暗 的狀態下 看一個大螢幕 然後旁邊沒有任何的騷擾 你才可能可以感到感染到這種恐懼感 因為他的第一集是有點 心理壓迫啊 心理壓迫啊 心理壓迫感 就是壓迫感 壓迫感 純粹是一種壓迫感 跟你覺得你呆在那個空間裡面覺得感覺到非常不適 但是如果你是用一個小螢幕看 然後旁邊都是亮亮的 然後你想要停就停 想要去上車子都是那你那你很可能 很難感受到這種這種感覺 交給你啦 好交給我 我來現在講一下鬼店為什麼我會說 第一集你是看過是一回事 喜歡是一回事 去研究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如果你單純看過的話你可能就會覺得說OK他可能就是一部 38年前的老片 所以他會有那種所謂的 一般的那種那個Jump Scale那種感覺就突然間靜一下的FU 他帶給你的都是一種 跌跌層層的壓迫然後用不自然的角度或不自然的拍攝會讓你覺得說你看的東西你感覺你好像感覺到了什麼 可是你又講不出來 你覺得不對勁可是你又講不出哪裡不對勁 這就是鬼店第一集最能夠帶來的感覺 套一句現在最常講的話 鬼店帶來的恐怖感在有跟沒有之間 OK這句要請嗎 有跟沒有之間其實是一部很懸的很懸的話你知道嗎 我突然間發現會講出這句話是蠻 是蠻懂得殘疑這個東西的 其實康伯利特在鬼店做了很多很多 氣氛上的實驗 是的沒錯 沒錯 因為我們現在常用那種三軸穩定器啊 就是都是那個鬼店是第一次使用的 所以他在跟拍的時候跟拍那個Danny騎單車的時候 才可以看起來像很穩的樣子 對啊 所以你如果單純你看過一遍 一般你喜多倫是現代的年輕人去看恐怖片的話 你會覺得他 這個是恐怖的嗎 很平淡 對就是你只看一遍你就覺得 他是有怪怪的感覺 可是講不出來 那是恐怖不恐怖啊 他幾乎沒有這樣子 然後也沒有什麼 恐怖畫面一點點而已 然後 浴室的女人就醜醜的啊 也沒什麼 然後為什麼這樣又那樣 這樣又那樣 為什麼捷克一下瘋掉 一下又 好像沒事 他裡面太多東西是沒講清楚的 所以你如果習慣看現代那種直白型恐怖片的人 你絕對看不懂鬼店 你絕對不會感覺鬼店恐怖 可是如果你看完之後 你去發 你去找 各個人對這部電影討論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哇塞 原來裡面埋了這麼多生意的東西 跟這麼多隱喻 所以說實在話 鬼店在當時上映的時候 票房是很糟的 還 那時候還那個什麼 入圍了金酸美獎第一屆的冠軍 那時候已經有金酸美獎 有對 第一屆的金酸美獎 所以就是 看過是一回事 喜歡是一回事 你有去研究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有去研究的人啊 你會翻導演篇 然後那個訪談篇 然後還有一些製作幕後 甚至有去翻劇本出來看 那裡面就有各式各樣不同的生意 然後 他就變得可以無限的無限往上吹 因為畢竟 導演也去世了嘛 那這部片也很久了嘛 然後裡面就是可以做各式各樣的解讀 就像是我們的那個 那個誰不知道一樣 一部那個 剩一部那個普羅米修斯 他可以把 誰不重要啊 誰不知道 我弄一下說誰不知道是誰啊 他後來跑出國了嘛 對啊 就只要他啦 對啊 好像回台灣了 沒關係 不管是誰 他不重要 OK 沒有 這就是一部片子有沒有 他美國在拍片 其實他們只敢是做的 他們花錢花很兇 是因為 只敢要做很足 所以他們一部片的成本都很難不高 很難不低你知道嗎 所以任何一部電影 其實你要深究 你要深究都可以講出很多東西 只是說 看有沒有人去發掘 就像普羅米修斯 有誰不重要會去發掘 然後鬼店會有很多 很多電影 想要研究的人會去發掘 然後有發掘的人 就寫出文章寫出影評寫出解析的時候 會開始越來越多人去催他 越催越多 他不小心把他催到變成了 恐怖片的一個很多很多的始祖之類的 的確你如果喜歡這部片的話 你去看這些解析 你會看得很過癮 然後你回去重看的時候 啊對幹真的是這樣子 當時怎麼沒發現 你當時會發現很困難好不好 如果你只看一遍的話 所以這部片子是你過了 你過了10年20年 你再回來看會有不同的Fu 像我是 原本我是預計昨天去看的 可是昨天太忙沒有去看 我是今天才去看 然後我在看之前 我特別複習了鬼店 因為我買藍光 然後特別複習的是鬼店 然後因為我平常會常常去看鬼店的解析 鬼店的解析 各式各樣的 不管是文字版的 影片版的 台灣的大陸的 國外的 我看過很多 看過很多了 所以我去重看第一遍的時候 第一集的時候 啊 OK OK 就被人看的很過癮 跟我第一次看感覺完全不一樣 但是這東西真的很看人 非常非常看人 因為很多人 大多數的人他不會去花這麼多時間去看同一部電影 一般的人可能看一部電影 看完就算了 你多跟朋友討論一下 就沒了 然後過了若干時間 拿出來討論 那就大概 算好看 然後就這樣 講不出什麼話 一般人大多數是這樣子 然後像我們這一群比較喜歡看店會討論的有沒有 就會變成說 我們會去 偶爾我們在看之前會先做功課 看之後會討論 討論完之後呢 過段時間沒多久回來翻一下存檔金一下 來回覆一下 像這樣子 然後像鬼店這部電影 因為我其實是 我第一次看 我很喜歡看恐怖片 我是本身喜歡看恐怖片的人 但是我看了就是比較通俗的恐怖片 會怕人的或血腥的那一種 心理壓力那個時候我還不是很能夠接受 因為 那個時候的我比較天真浪漫無邪 所以 比較沒有辦法感受到 沒有壓力 也不是說 也不是說沒有壓力 而是 我的壓力我都會把他宣洩掉 你看我常會開直播罵人 就是我的壓力我會宣洩掉的 我之前我會靠王光劍打光劍 然後去健身去幹嘛 把壓力宣洩掉 所以壓力在我身邊 基本上 可能只放一天就不見了 我是那種會宣洩到壓力的人 所以 我就不會感受到心理壓力存在 所以你看我看小丑的時候 我就不會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因為那種東西在我身邊不存在 是 因為我會把他宣洩出去啊 因為小丑他是講每個人你內心 做到不公正 然後你壓迫 沒辦法抒發 最後會變什麼樣子 可是我 我不是屬於那種人 所以我就比較不會有太大的感覺 像小丑我覺得 是一部好 是一部好片 但是我不會再看第二次 因為沒有那麼對我的胃口 對啊 所以一部片子 每個人解讀不同 是這部片子厲害的地方 有沒有 他為什麼會成為經典 就是你每個人 過去過一段時間回去看 他味道還是有 可是你在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新東西在裡面 這就是經典 他就是讓我們 記得我們有一次 我們有一次在聊的時候 有聊到說什麼叫經典 經典就是經過時間的淬煉之後 還會流存下來的 就經典 應該是結果那一次吧 所以 有人說返校 對返校也是一樣 返校 返校造野裡 甚至不是一部好電影 對啊 他對的不是一部好電影 所以我也是看貴重 回去看的 對啊 但是我相信一定會很多人喜歡 你當時不是很 感覺很深嗎 我感覺很深 我覺得他 他把太多奇怪的東西混在一起 反而要交代的不交代 沒交代的交代一堆 然後他要帶入遊戲視角 會讓我產生一種不適應感 後來覺得這種感覺是蠻不舒服的 然後實際過去回想 我不喜歡 對啊 可是他拍得很棒 以拍攝的那個手法或拍攝質感 他算質感很棒的 但是 很多現在是沒來由啊 就像你們在聊說 為什麼女主角 那個 叫什麼名字 方 方瑞欣 他醒過來之後 他在一個 被封閉的學校醒過來 他完全不覺得習慣 繼續冒險 幹為什麼 一般人醒過來 為什麼會在這裡 怕死我 幹你娘的 有沒有 會這樣 怎麼會突然間 很能 對 因為我後來聽你們講 我才知道說 這場玩遊戲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他把遊戲的體感帶進電影 可是我本身不看我本身不玩遊戲 我也沒去了解裡面的東西 所以 我就會 更沒有感覺 對啊 好啦反正 很多電影 每個人感受都不一樣 我其實喜歡的是比較直白的 可是有一些 經典的東西 只要是我喜歡 我還是會去研究 對啊 在我眼裡 其實我個人真的覺得電影沒有好壞 之後你喜不喜歡 我個人真的是這樣覺得啦 就像咖片我很喜歡看的 B級片 像《環大西洋》 還拍到第二集 有沒有 那個我也蠻 那個我看了也是 也是看得很開心 會去丟爆米花 有沒有 洛基恐怖秀 對啊 他也是 超級寫點啦 對不對 各式各樣片我都會看啦 只要你喜歡他就好電影 對啊 OK 我們回歸到那個鬼店這一塊 所以咯 他鬼店這部電影 他講話在說 你每個人 拉回去看 感受真的不一樣 他會一直流傳 然後我們回去看安眠醫生 我這一次特別找了一個妹片 我再看一遍 然後呢 找一個妹去看 再看一遍 我想聽他的感受 他在看第一集的時候 的確就跟我想的一樣 他看完之後 這片是恐怖片嗎 應該算驚悚片吧 可是他有鬼 算有鬼吧 他已經參與講不出來 該怎麼行動這部電影 有沒有 然後我後來就放一段 我覺得不錯的解析給他聽 他聽完之後 大概能夠知道在講什麼 好那接下來我帶他去看安眠醫生 他看完之後 他覺得安眠醫生好看很多 可是如果他沒有先看第一集的話 安眠醫生裡面超多梗 他看不出來 包括場景的佈置 然後 為什麼鬼會突然出現 然後他在糾結什麼 很多東西會不懂 所以 我必須得承認 我個人覺得 在我目前觀察到來看 安眠醫生 是一個很吃第一集的人 如果你沒看第一集 你會有很多東西看不懂 就立如說好了 安眠醫生你上面一段時間 我就直接爆雷了 因為這其實也沒什麼好爆啦 他算是一部 死地分驚型的 超級英雄電影的感覺 因為裡面有 超能力互動 但他沒有像說 魔男生都那麼誇張 對啊 OK 然後 他的東西是在說 他裡面有一些經典的 致敬 例如說 他去 歐比翁 那個就是裡面的 演員 歐比翁麥克 歐 那個 歐比翁麥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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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裡面有 蠻蠻多的心戰可影 就是因為裡面的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高階組 是高階組嗎 就那一個 就戲人精細的高階組 他裡面那個女巫螺絲嘛 他裡面他的頭 他的口罩是 HIGHLAYER OK HIGHLAYER是他的口罩 可是 HELLO LAYER是歐比翁麥克的口頭禪 所以我每次 HIGHLAYER的時候 尤其是他最後一幕 他對那個 歐比翁麥克 歐比翁麥克的時候 我很想叫一萬麥克 回他說 快點回他 HELLO LAYER 他應該 你知道我覺得一萬麥克 可可一直都沒有做歐比翁麥克 在那個 星際大戰裡面做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嗎 就是雅力堅尼斯在一開始那個 出場的時候呢 他其實做了一件事情 但是這件事情 當時是一件比較好笑的 事情 就是 他發出奇怪的叫聲 然後把人給嚇跑 對對對對對 把那個 殺株 糟糕是那個 殺窩 一開始 因為他要去抓 然後 那個什麼 歐比翁麥克沒有演過 呵呵呵 發出那個奇怪的聲音 呵呵呵 而且因為那個 雅力尖尼斯在那裡面看起來很蠻刪的 他那個帽子還尖尖的 你知道嗎好像巫師喔 他感覺起來就是爬上來有點被拔倒了 我那時候覺得很好笑 你怎麼看到一塊跌倒人逃走 如果我們要去解析 就變成說他是用當地爪襪族害怕的 某種野獸的叫聲去嚇走他 因為爪襪族其實本身是 他會除了撿破爛之外 還會去搶人家東西的一種 一種小小的那一種 類似像那一種 會搶人東西的支援回收者的感覺 所以他們有遇到天敵 他們會很快躲起來 但是他們會去抓弱小的東西 就像如果看到R2D2 或者是只有一兩個人的時候 他會去圍攻他 有沒有 那又不一樣 然後我們回到安眠醫生 真的很難 裡面 為什麼我說閃靈跟原理很像 事實上在鬼店的時候 他講的閃靈 其實 有看到鬼店會知道閃靈有幾種能力 就是心靈感應能力 我可以憑空自己對話 還有 他有一種就是 會預知到未來跟過去的反應 例如說 他老爸Jack 在還沒 剛得到 酒店的Alpha的時候 他還沒打電話回家 Tony Tony就是Danny裡面的那個 Shiny OK 那個他能力的分身 他就已經知道答案了 對啊 所以他除了預知能力之外 還有 他有幾個 可是問題是 實際上他應該還有移動物體能力 因為Jack他被關在那個 出廠間的時候 是Jack的Shiny幫他開門的 或者是鬼店裡面的 惡靈的Shiny 簡單講 這些不可思議的力量 我們統稱為Shiny 只是說他可以分成很多不同的類 然後鬼店裡面的妖魔鬼怪 或者是鬼店本身的怨念 他也是一種Shiny的集合體 是 OK 然後安眠醫生的最大重點是在於說 他把這一種 會吸人精氣 或是吸 這種精氣也是Shiny 你可以把他想像Shiny的那種能量 除了鬼魂會去吸你的Shiny之外 某一種東西 你轉化成某種主類的時候 他可以吸你的Shiny 而讓你長生不老 類似簡單講 高過於比人還高的那種層級 他可以長生不死之類的 然後裡面好像有人 感覺上就活超過幾千年 然後後來因為 因為現代人的關係 現代人有太多的 遊樂設備 裡面還有講到Netflix 就是有電玩啊 有遊戲 有Netflix 所以大家都花時間 花精力在這一東西上面 所以人的Shiny越來越弱了 所以他這幾年就是吃不飽 然後吃不好 所以開始有人會老化 然後就會死掉 死掉就消失的那種 因為畢竟有些人就活了幾百年 剩幾千年了 然後他們死掉的時候 就會直接灰飛煙滅 像細節鬼一樣 所以Shiny是一個統稱 他就像原地一樣是個統稱 他可以分成不同種 不同種子 你可以拿姚氏 什麼叫姚氏呢 姚氏就如果你們看過 那個獨聖有沒有看過 周星馳的獨聖 有有有 獨聖 姚氏就像什麼天眼通 他可以用 可以看到所有你想看過的地方 這個東西 統稱叫姚氏 姚氏 姚氏是之前 我記得 俄羅斯他們 這也一部電影 他在拍說就是 俄羅斯還是德國 他們有開闢一個特異功能組 他就是把人類裡面找出 你有特異功能的人 把他集合起來 然後訓練你們來出暗殺動作 這部電影還蠻有名的 可是我熊間忘記了 就是 他要找到這一種人 然後這一種人 他除了有 移動硬幣的能力之外 還可以用意念殺死一隻羊 但是他在很近的距離內 有沒有想起來這部電影 是搞笑片嗎 他其實拍得很認真 喬治看到你演的嘛 喬治看到你他們的 那部片 超藝能什麼的 超藝能特工 我忘記了 我昨天突然為什麼想到 超能番茄殺人事件 超能輪胎殺人事件 不是不是不是 後來有一個那個什麼 就是殺人番茄 你知道 喔是喔 殺人番茄 而且喬治可隆你年輕的時候 還有演過第三集 你知道嗎 對 就是早年的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什麼 番茄 就是大家番茄會在路上殺人 在那邊彈跳 這樣子 對啊 有這部片 有啊 超藝能部隊啊 想起來 超藝能部隊 對對對 這件事情是真的 是真實的 那叫鄧死一隻羊啊 那個書我有啊 對對對 對對對 那個是真實的事件 然後是拍了電影來 來做這件事情 裡面有功能叫 蛤 什麼之間 那部片很像是搞笑片 呃 他是搞笑 他其實有點算是清喜劇 可是 有點像諷刺劇 政治諷刺劇 比較重要 他比較偏諷刺劇 沒錯 對對對 OK 好啦 反正就是裡面有功能叫姚氏 姚氏就是天眼通 天眼通你們懂吧 可以互相看來看去 這是一種 還有 製造幻覺分身 就像星戰八一樣 星戰八的路克 他明明就沒出現 可是卻讓別人以為出現在那裡 有沒有 這也是shiny的能力之一 齁 然後shiny能力後面到後面 甚至可以拿來 隔空擋斧頭 就是念力吧 類似吧 所以 跟你講 他就超能力 他只是把他學了一個 比較炫的東西 叫shiny 他就是超能力 就是念力 就是原力 whatever 對對對 對對對 就是像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shiny到後面 已經變成了就是一個 你要拿來怎麼應用都可以 對啊 可是他這一幕拍得很棒的是說 他其實 雖然各種超能力都有在用 然後也有簡單做解釋 可是 這些超能力不是做 而是你怎麼拿來用它 而我們意思 其實鬼店他拍的 現在拍得很隱晦 他用的是Danny的角度去看 所以很多東西 他是不會明講的 因為他看到就是這樣子 可是安眠醫生他已經用在 就是給 已經是拍給商業大片看了 所以 東西都解釋得很清楚 所以 他看起來 你如果沒看過第一集 你看的話你可能很多地方 會覺得 莫名其妙 但是娛樂性應該不會差太多 因為他裡面就是會有超能力大戰 對啊 所以我問個問題 就是 聽起來啊 這就跟 鬼店他原本那種 是營造很詭異很牙抑的氣氛 然後你看了會很不舒服 這感覺就不一樣了 感覺 呃 安眠醫生就是一個 同樣世界觀 可是他已經變成 超能力最決定了 呃 可以這樣講沒錯 嗯 對啊 簡單講 超能力聲 鬼店他是 他是真的很Hardcore的東西 嗯 安眠醫生已經軟很多了 嗯 安眠醫生軟很多了 感覺調性也已經不一樣了 比較像主流的驚悚片 嗯 呃 他比較 我個人覺得他其實比較接近黑色喜劇 黑色喜劇 有點像那個靈異魔咒一樣 但是演藝術是黑色喜劇 所以裡面是 是有 所以有喜劇橋段 有 應該這樣講啦 我來看是有 因為 我很看得出他就是 為了要過場 所以一個一個把鬼印的劍都搬出來 嗯 所以我看得很開心 嗯 他裡面其實也沒有 也沒有什麼嚇人的東西 哦 他不會有什麼 他這樣Scare不多 但是 可以看到就導演拍得很用心 怎麼個用心法呢 嗯 因為他其實裡面有拍到說就是 在鬼店之後一兩年 然後逃出生天的丹尼跟他媽媽的故事 嗯 可是因為畢竟是38年前的電影了 你真的丹尼不可能來演啊 嗯 然後你如果 安眠醫生他基本上如果你要找人來做 數位就是什麼 就像雙子上的那樣子 去做數位臉的話 那個成本太高 所以他乾脆就是找演員來演 演 演幾個那個就是演小時候的丹尼 跟丹尼的媽媽 還有那個黑人管家 他很明顯 他一開始會躲 一開始躲不給你看臉 然後後來就大大大給你看臉 就是很明顯 就是 然後你就是說 好啦我就是跟你講 我就找別人來演 對啊 這是我的做法 對我不會 我沒有用數位修過的方式 但是如果你細心看 你會發現 他找來的演員 有用心在揣摩當時演員的神韻 跟說話方式 還有 就例如說在找演媽媽的那個演員 他找了一個比較正的 他不像庫柏利克 故意找一個 看起來很容易崩潰的女人來演 他這個比較正 可是 他在找丹尼的時候 他發出的聲音 其實如果閉眼睛看 會覺得很像 你就不要看臉的話 你光聽聲音會覺得很像 嗯 所以他有去揣摩 他講話那個氣音的感覺 嗯 然後再來那個黑人管家 死掉千里送人頭的那個黑人管家 千里送人頭 鬼店這邊應該都看過嘛 對不對鬼店 那就是好不容易把那個黑人管家 用那個心靈感言說 快來救我 快來救我之類的有沒有 沒有 然後結果千里 千里走過來之後 嗯 他 就直接被砍死了 千里送人頭 還有笑這件事情 就是欸你有閃靈 怎麼沒有遇到 遇事到自己會被砍呢 沒有我覺得 應該這樣 這其實是一個結 我等一下這我最後解釋 OK 他會死是一定要死的 他是一定要死的 為什麼要死我 我待會兒解釋 對對對 反正除了千里送人頭之外 他的作品是 送一台車給他們跑 沒有車他們走不了啦 所以他的千里送車 只是自己不小心死掉而已 最強工具人 哈哈哈 但是他這個假設很重要 因為他在安眠醫生裡面 有繼續找一個黑的演員 來演出他的角色 一開始第一眼看的時候 我會很不喜歡 因為演員完全是不同人 可是他演到後面 他故意讓他在黑暗中出現 然後故意用某些仰角的角度 去拍那個黑人演員 你會發現那個黑人演員 他在揣摩 原本的黑人管家的時候 他嘴巴在講話 下巴動的角度幹嘛 欸那個feel是有道的 我有錯覺會到欸 那是他欸 有錯覺的 表示他演的算蠻成功的 然後還有螢幕 因為丹尼為了要對付 曾傑族的那個女巫 他特別回到了鬼店 想利用鬼店的那個優勢 去壓迫那個女巫 他有特地回到他的房間去看 他當時小壽的房間去看 然後小壽房間去看的時候啊 那個 有一幕 不是很經典 就是那個傑克去斧頭砍下去嗎 然後他媽媽拿著刀在後面尖叫 對不對 因為有一幕的會閃為一秒的畫面 那一秒有把我嚇到 然後我旁邊的人以為說 他是拿舊畫面來看 然後我們在聊的時候我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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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新畫面 因為女主角完全不一樣 可是因為那種一秒鐘 就斧頭砍下去 然後女生一叫那一秒鐘的時間 所以真的很短 你不是看過很多變得 真的瞬間你會分不出來 欸我這邊吃好多 等一下我把他關起來 恩 所以我覺得他 他導演拍得很用心 這一點我覺得值得鼓勵一下 可是我覺得 對沒錯那個畫面 你沒看出來 有童浩松沒看出來 因為那演員真的不同人 對啊你再去二算 你會發現真的是不同人 我看得很清楚 因為那個畫面 我看了可能上百遍有了 ok好 然後我肯定這個導演他在 畫面的還原他算很用心 我個人甚至覺得啦 他裡面應該都沒有用到舊畫面 嗯 全部的舊畫面都是重新拍過的 嗯 所以他有可能在還原 他就是簡單講 他想要為了顧老影迷 想要看到一些東西 對啊 真的我是肯定的 好但是 BUT 對 任何東西都有個BUT 你知道嗎 嗯 就是 說實在話 嗯 畢竟那些 鬼店裡面的鬼魂 然後鬼店裡面的那些演員 我們印象太深刻 我啦 印象太深刻 嗯 當他過場一個一個走出來的時候 就很像在Cosplay他們的感覺一樣 哦 就是我很明顯知道他們就不是他們 所以硬要聚集在一起出來的時候 就很像 我不知道你們看過一部叫 Serting Ghost 就是2013 新版的 不是黑白片那個版本的 是新版的2013 他原幕不是所有的 所有的惡鬼一起出來嗎 嗯 他就是利用那些惡鬼出來 把那個女巫幹掉 因為那些惡鬼也是想吸丹尼的精氣 所以一直在跟蹤丹尼 但是丹尼利用他的Shining 把他們關起來了 然後回到鬼店的時候 把他那個全部放出來 然後利用這些放出來的鬼魂 壓抑了這麼久 來把那個女巫的精氣吸光光 可是問題是放出來之後 丹尼身上的精氣也出來了嗎 換他被控制了 然後他最後他其實 他預想到這一點 所以呢 他一進到鬼店的時候 就跑到鍋爐房 把鍋爐的壓力全部開到最大 簡單的講 他就有類似自毀裝置 到一段時間之後鍋爐會爆炸 鬼店會整個燒起來 對啊 然後 在鬼店燒完之後啊 簡單講 跟劍結族目前電影看他那一圖 已經毀了 直光了 然後呢 歐比邁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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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才能夠守護丹妮 丹妮他在過程中 他在長大過程中一直去封閉自己的Shiny 不讓Shiny出來 可是那些鬼魂會跟著他 雖然那間飯店已經封閉了 那間飯店在電影版的時候叫全景飯店 在藍光版叫做 萬景飯店還是景豪飯店 對啊 翻譯不太一樣 對 然後如果黑人管家沒有死掉 他就沒辦法守護丹妮 就沒辦法教丹妮怎麼樣子把那些鬼魂收起來 可是 反過來想 如果Yan Michael不死掉的話 他就沒辦法繼續守護Everly 他是一個循環 一個cycle 有沒有 他其實我覺得鬼店 或者是安眠醫師裡面 他都有強調的就是 他是一個循環 一個節 他是一個環 走完之後會回來 走完之後會回來 有沒有 而且那個老管家在鼓勵 丹妮出征的時候 他有說 這是我最後一次來看你了 接下來我就要好好的睡一覺 我就要好好的安眠了 他知道他自己是最後一次來的 然後那個時候我相信丹妮 他大概也知道說 他應該要成為這個角色 所以他事先做好了所有的準備 包括要把那間酒店毀掉 他已經都事先想好了 所以他必須得死 他如果不死的話 就沒辦法當作 他的守護小天使 而且他裡面很故意 就是裡面的小女主角 那個Everly 我叫他 是Everly嗎是不是 我小氣小氣說 那個Everly他的家庭 他爸爸算是黑人 可是他爸爸也在寫作 他媽媽還是留長頭髮 簡單的講 他這個家庭就很像是 丹妮的家庭一樣 只是如果丹妮沒有遇到酒店事件的話 他長大就會跟Everly一樣 他很故意去做一個很接近的家庭 對啊 好 那我再補充一點 那個同號裡面有人說 那個酒吧跟捷克不太像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後來演酒吧跟 在安眠醫生裡面 演酒吧跟演捷克的那個演員 他其實就是丹妮長大的演員 他就是那個小小的丹妮有沒有 他就是丹妮小時候長大 對 他是長大的 然後所以他來演 他來演Jek跟那個酒保 我記得是 因為我之前在翻東西的時候 我有看到長大的丹妮的照片 感覺很像 這一點我不太確定 但是我一看他 他應該是長大的丹妮吧 因為我印象中我看到他照片 這個我待會去查 我不確定是不是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 對啊 所以我覺得他來演捷克是很OK的 因為他就是丹妮嘛 因為你不可能找捷克 那個捷克回來演 因為都幾歲了 對不對 所以說真的這一部我看的算蠻開心的 我看的算蠻開心的 這一部聽說影評的評論評價也不錯 然後爛番茄也不錯 不過票房沒有很好 因為聽說是選錯檔期 也畢竟萬聖節已經過了嘛 想看恐怖片的那個草已經過了 如果他放在萬聖節那個時候檔期 可能就很不一樣 我覺得啦 不然我說實在 我覺得這部片其實不錯 而且他該商業有商業 該場面有場面 然後該過癮有過癮 該致敬有致敬 他算是一部很及格的片子 而且一望麥奎格 一望麥奎格也 除了很帥之外 我個人覺得演技也在線 對啊 好啦 反正就是我對安眠醫生的看法 我看的其實蠻開心 而且我剛才看完 我剛才看完 對我剛才看完 剛才看完 第一首感想 第一首感想 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他叫做安眠醫生 OK 在第一集的時候 丹尼他有一個外號叫Duck 達克是達克鴨的那個Duck 因為他喜歡看達克鴨 所以他在家裡面 他的小名叫Duck 然後Duck跟Duck的鴨很像 所以如果你去看安眠醫生的時候 他直接翻譯成醫生 其實他應該翻譯成達克 因為那個達克鴨其實達克鴨 只是因為說 他後來去老人院工作 然後因為他可以直接對你的內心講話 所以他可以對即死之人 用內心跟他通話讓他安心 安心的成眠 安心的永眠 所以才叫做Duck Sleep Doctor 是是是 對 對字幕翻譯的問題很多 對 我不覺得整整電影的翻譯問題很多 對啊 然後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裡面他有提到一個點 裡面有一隻貓 那隻貓 是在 老人安養院裡面 當有老人快死掉的時候 那隻貓就會 去那個老人身邊陪他 這個是真實的故事 因為我之前看過一個報 也是在不知道國外的哪一家 老人安養院 有一隻貓好像叫比爾之類的吧 豬之類的 然後就是 那個 那隻貓 在老人快死掉之前 快死掉的這幾天 貓就會待在他身邊不走 所以 那隻貓就像死神一樣 他去哪邊待著就表示那個人 可能就快要掛了 他這一隻貓也有把他放在這裡面 刻意放在這裡面 對啊 但貓應該不是同一隻貓啦 不太可能是同一隻貓 因為那隻 那個 我記得那個報道已經 可能至少快十年了吧 對啊 所以應該不會同一隻貓 因為貓很難活那麼久 當然啦 怎麼可能 貓頂 貓又活十年就已經很可怕了 對啊 七八年 那不行 我其實 像你知道 我就其實一直在想那個什麼 李小龍 他龍真胡鬥 裡面那隻貓 到底 現在 應該是死了吧 廢話 龍真 但是我那時候 每次看到的時候 都會說 哇 這是 還有那個地方那一早餐裡面 他們在裡面也是那個什麼 奧黛利赫本 也為了要找一隻貓 然後 跟男主廖兩個人在雨中 永穩這樣 然後他們在 那隻貓 被他們兩個夾在重點 你知道我們 後來回頭再看那個 那個時候我都會看貓 哎呀好可愛 然後 就是 貓奴的 貓奴的問題 養到貓以後那個 眼光都不一樣 你知道 看到人跟貓 就先看貓 你知道 哈哈哈哈 好啦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貓沒那麼好那麼久 不過 那個 我剛好上禮拜看到的新聞就是 那個 席位斯特隆 他在演陸記的時候 不是有養一隻烏龜嘛 對不對 那隻烏龜到現在 的確 席位斯特隆還養著他 真的 那個貓已經 已經有貓已經 也三四十歲了 我活那麼久很合理啊 對啊 啊我補充一下 剛剛有人 就有人 不是達菲啊 是那個 兔八哥的口頭山 對啦 都講錯了 好啦 好啦 好 這是安眠醫生 安眠醫生的部分 看完以後也雷過 然後接下來 那個什麼 欸 你要不要講一下 曼達洛人 第一集 看著第一集的感覺 好啊 那我先補充一下 有人問說歐比王店有消息嗎 歐比王他會出影集 會在Disney Plus播出 預計是長2020年 2021年吧 所以也是應該也是那個什麼 又要麥可哥演的吧 當然是他 當然是他 是他 影集都會找本作來演 就像是那個 緋紅女巫 跟那個 洛基的影集 他會找本人來演啊 因為Disney Plus 靠這個去那個啊 Disney Plus 第一天的註冊率 有1000萬耶 1000萬人去註冊他耶 不可怕 來 請說 請介紹一下曼達洛人吧 OK 我來講一下曼達洛人 曼達洛人 基本上他是演在六跟七之間的故事 六跟七 就是絕地大板工之後的 對對對 帝國剛毀滅的時候的故事 然後 目前他只有Disney Plus 有政大的管道可以看 但是Disney Plus 他要到明年三 明年二月還三月 台灣才會開放 台灣人的帳號去註冊 所以現在如果你想要去看的話 你必須要去翻 你必須用BPN翻牆 翻牆到國外的那個伺服器 你才有辦法註冊 OK 然後 很多 我第一天我還沒去看 我是 那個第二天才看的 然後很多人 阿麻大你還去看 你看了會哭 我跟你講 結果有這麼嚴重嗎 好吧 那我去看一下 說真的 我看了不自己會哭 因為 賞金獵人我沒有很愛 所以我還好 但是他裡面的確滿滿滿滿的致敬 滿滿滿的致敬 這個賞金獵人應該不是那個 不是不是Jungle Fate 不是Jungle Fate 我來講一下 這個面罩 是賞金獵人族群在用的面罩 曼達洛人算是一種族群 他不是說某種人種 而是一種族群 所以他們這個族群裡面 就是統身曼達洛人 但他們不一定是哪一個種族 但是他們驍勇善戰 然後 就是很強就對了啦 所以在講他們這個故事 如果你們有看那個韓索羅的話 韓索羅的那個壞人 就是幻視野那個角色 他的那個都他的房間裡面 就有一個曼達洛人的收藏 收藏的盔甲 對啊 然後他這一部的特點在於說 我怎麼聽到回音呢 我聽到我的回音 是誰啊 算了 沒關係 就是這部的特點 他的確是滿滿滿滿滿的心戰梗 怎麼說呢 他的搭景 還有他的佈置 就很像你 每個地方都做得非常到位 可是說實在話劇情我覺得還好 因為畢竟他現在第一集而已 第一集的劇情我真的覺得還好 但是他裡面的場景 佈置 有把四五六的東西全部拿回來 裡面有滿滿滿滿的槽點 也不是槽點是發掘的點 就例如說 我們很多心戰的東西 他是設定裡才出現 正片沒出現 例如說殺手機器人 他就是看起來很普通的機器人 但是他設定說他是銀河間 很強的殺手機器人 你只要固定了他 你幾乎任務都會達成這樣子 然後任務不達成也會自爆 可是因為他就一個道具板在那邊 根本就沒有仔細看過動態 然後他在這一集裡面 他就出現了 天啊他的那個 就是超強 強到一個真的是 我一看 這個機器人只聽說很強他沒看過 現在終於看到了 那個殺手機器人 你們如果可以看一下 不是終結者啦 靠北啊 殺手機器人 終結者 Terminator 對阿 對阿 不是殺手機器人嗎 對對對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你看完覺得還好 但是 然後咧 你沒有哭 如果你是很喜歡456的人 你會愛到不行 真的喔 然後如果你很喜歡456 又有在研究賞心獵人的東西的話 你真的會愛到不行 因為 我個人覺得他其實裡面 他自信的畫面差不多 對我剛才就想問這東西 他的裡面 場面啊 會不會都 太自信太多了 沒錯 我跟你講他的自信 不是走 應該這樣講 我個人覺得 我沒有那麼喜歡 原因就是因為 他裡面原創東西反而很少 他的原創只有 例如賞金鏈的盔甲 可是他每一個畫面很明顯都是在 都有自信到某一些電影畫面 例如說 171手指的畫面 然後那個 雅德莉亞剛才鑄造的畫面 然後裡面甚至 這個我真的不能接受 OK 演這一個曼達洛倫的演員 他就是演 軍火之歌裡面的玫瑰加的紅毒蛇 就是被那個魔三 原本很厲害 把魔三打假的 對不對 他替小惡魔去比武決鬥的時候 他把那個 魔三打假的 魔三要輸了 結果他囂張一直講話 就是死魚化多 然後就會魔三反殺 然後把眼睛把頭整個捏爆 玫瑰加的紅毒蛇 他去演這個曼達洛倫 結果他在 在那個去要接受一個暗殺過程中 他遇到一個中間的街頭人 一個街頭的人 然後說你要到這個地方 你必須要騎某種 某種看起來很奇怪的野獸 你才能夠進去 不然你進不去 然後呢 那個曼達洛倫就是 騎上去 失敗嘛 失敗掉下來 失敗掉下來 然後他就 那個街頭就罵那個曼達洛倫說 你娘勒 你的祖先是可以育龍的咯 我說大家看他是 看兵老四卡好 你把兵與火之歌的哏 OK 在兵與火之歌裡面 你只有龍家 就是當你律師家族的人 才可以育龍 這個家族的 沒有這家族是不能育龍的 你知道嗎 然後結果 對就是演獨孝 把這個東西也講出來了 他把這個 就是 他在致敬兵與火之歌的哏 也是 心在裡面哪裡有龍啦 不要鬧腦不好 是要打破 第四面牆的那種哏 沒有很明顯 喜歡的人很喜歡 可是不喜歡的 我就覺得這樣不太好吧 我就不太能夠接受 你知道嗎 對啊 事實不太好 對 因為在新戰裡面 龍是屬於 不是個什麼東西 因為在新戰世界裡面 什麼怪物都媽有 什麼種族都媽有 所以他根本就沒有所有的龍這玩意兒 然後結果他罵說 你祖先可以育龍咧 你其實小小的 什麼瘦都起不了 這一點我就 嗯 當下三條線馬上起來 對啊 就是嘛 這個東西喜歡很喜歡 不喜歡的就會覺得不太好 嗯 有些人看了可能會很興奮 如果你是他的粉絲的話 沒有啊 你如果是當 應該是說在目前這幾年 看都覺得 可能是知道是他在說什麼 可是如果過了一段日子 可能就 你可能就不會 就聽不懂他在說什麼 這件事情是有時代 對啊 可能會有時代的那個 對啊 對啊 所以每個人感受度不一樣 然後就有一個 我記得在那個 新戰的某一個社團裡面 他就有PO出九張圖 那九張圖就是曼達多人第一集裡面 他哪些畫面是超哪一部電影的 哪些畫面超哪一部電影的 他都寫 他都把它貼出來了 我覺得對 沒錯 難怪就是 他裡面的東西 他很多畫面都是把某部電影的經典 經典畫面拿來 搬成這個版本去用而已 所以就會覺得 好看是好看 可是怎麼感覺 就像是一個大平板 還沒有把他真正的魅力弄出來 因為 賞金獵人波巴菲特 他號稱銀河中最強的賞金獵人 槍法奇準無比 可以飛行 可以噴火 然後會用監記 然後會用案子 他是一個最強的賞金獵人 那因為他是曼達洛人 所以曼達洛人 每一個都跟他強度應該不會差太多 然後在帝國裡面的傳言就是OK 你們這一群人 你們這個種族的人很貴 但是你們也是強者中的強者 可是他在這邊出現就是 有一些畫面 我感覺不太多強 你說實在的 在第一集裡面 所以我就會覺得也沒有到很 那個 因為我本身對賞金獵人 真的沒有太大興趣 所以我看完覺得還好 因為裡面沒光劍嘛 對不對 對 沒光劍嘛 這搞的 老闆就是沒光劍 對不對 對對對 沒光劍還不行 而且裡面沒有翻金斗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又回到翻金斗 因為我今天才跟人家聊那個什麼 就是 你有看過一個網站叫做那個 宇宙窮騙網 我當然啦 然後我就介紹給他看 他說你看過這個嗎 然後那個什麼 忍者大決戰 你知道 忍者大決戰 就是完全體現了那個 我知道 我讓你講 最後 大家一起翻跟斗 對 大家就是決戰 然後就是比賽翻跟斗 對對對 就是 拿出刀來 對 我拿出武士刀來 你也拿出武士刀來 然後結果咧 我們都想說要砍 沒有他們開始翻金斗這樣 然後翻到另外一邊 拿出一個人拿出一把左輪 另外一個人拿出一把那個什麼 貝瑞特 然後那個什麼 然後另外一隻手 拿出子彈來 你以為要幹什麼 你知道嗎 然後兩個人都把子彈丟地上 丟地上以後 然後兩個人就翻金斗過去撿這樣 這樣 靠北 你們兩個到底要幹嘛呀 就是 完全體現了 陳佑一定要看一下那個畫面 真的超好笑的 你會覺得說 這世界上大概九成九的電影片 都還蠻好看的 對 應該是說 他其實已經淋漓盡致的告訴你 就是說 這個世界上 沒有我覺得他是 領悟到了很多動作片呢 可能就是需要體術 你知道 體術強 然後那個什麼 大家就會覺得你好像很厲害 可是呢 感覺起來拍完翻金斗以後 就想不到別的梗 就一直翻金斗 然後 對 我跟你講 心機他就是這樣子啊 對 然後 OK 然後我再補充一點 他的前 五分鐘我經驗到 因為他真的就是很有那種 銀河版的西部 西部的那種賞金店的感覺 他的音樂很有那個feeling 然後 他裡面有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迪士尼讓他這樣做 算不錯 他在一畫一開始畫面有沒有 就是 五分鐘內 他行到酒吧裡面嘛 對不對 然後 找到他目標 他目標正在被別人欺負 然後他就剛好靠近他們在喝酒 然後欺負目標的人呢 就來 欸 你防衛道喝酒的性質喔 想把他趕出去 那就是 莊重梅是要喝酒嘛 對不對 就拿起酒杯 然後往那個 壞 欺負人的頭上砸 拿起酒杯 頭上砸 這怎麼感覺 好 好 好怪喔 這很像西部 這個不只是西部的感覺 我覺得同時還有那個什麼 神鬼奇行的style 你知道嗎 那種海盜們 就是 我那個時候 然後就大家開始鬧起來 這樣子 在宇宙都這樣搞 真的 有點怪怪的 你知道嗎 然後不過有一點很棒就是 他直接把一個人 藍腰 被你們夾斷 啊 喔 所以有血星暴力畫面 沒有血星 但是 在某些也算暴力 所以夾斷然後沒有血 夾斷沒有血 可是他看到就被夾 然後掉下來的聲音之類的 那個算不算還不錯 我覺得 我就覺得 有點不一樣 沒想到是斷身體 不是斷手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其實大家永遠都要斷手啊 你永遠都有一個鏡頭 是手掉在地上的畫面 然後大家看這樣子啊 對啊 反正他這一點算做得不錯啦 反正他基本上就在講說 整部劇的重點就是講說 曼達到人在這段期間發生一些故事 基本上 不太會影響證據 然後有看沒看其實沒關係 但是如果你們喜歡外傳故事 或是你覺得七八卷你不喜歡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來看曼達洛人 曼達洛人就很456 很456 對啊 因為你必須直接想一想喔 其實456的動作也不精彩啊 他沒有翻筋斗啊 沒有翻筋斗啊 沒有翻筋斗 沒有我希望看到的是空戰 空戰場面 而且是那個什麼 艦隊跟艦隊之間的那個 狗牌 纏鬥 這一點我其實是覺得在帝國大法 是做的最精彩 真的嗎 我喜歡的部分是有一場是那種 那個千連鷹在躲避那個什麼 太戰機的追捕了 那段很精彩你知道嗎 所以他沒有辦法 攻擊他都一直被追啊 但是被追那個感覺其實還蠻嗨的 對啊 就是就是等於是你用高速在標 然後那個什麼 各種的那個 想要逃脫啊 那種畫面 然後再加上這個後面有那個大的那個什麼 那個戰艦在旁邊 然後你就覺得哇 這有一種很棒的場面 你知道嗎 不過好啦這種這種場面 我不是只有在後來我不是 反而不是在清晰大戰當中 感受到了 就是後來在 九六年的時候在ID4星際終結者感受到 然後後來在那個 有一個影集叫那個 星際大爭霸 Battle Star Glatica 對那個 那裡面我就有感受到那個什麼 艦隊跟戰鬥機在太空當中 纏鬥的那種 很爽的感覺 那你應該會喜歡狹盜一號啊 狹盜一號我覺得後面蠻精彩 可是他們太容易就切回到地面 所以 就是沒有他們沒有 沒有空戰英雄在裡頭啊 對 對 那那個 像原力覺醒我也看得很不滿意啊 因為他的那個 空戰場面其實也都還好而已啊 對 對 就是 就是炫啊 對 那那個好像星際大戰3 一開始好像有那種感覺 可是我就覺得他就是 我好像在看那個飛行特技小組 這樣的一個表演 就是 就沒有 沒有驚險 沒有恐怖的感覺 沒有 沒有那種千鈞一髮 那個搖死的感覺 真的嗎 只有一種 哪有第三集一開始 看起來就是在一片美好的音樂當中 然後他們那個什麼 悠遊自得的在裡面跑來跑去啊 因為那個基督機器人飛到歐比王 飛機上面要鑽進去那邊 可是你就是知道歐比王不會有事啊 哈哈哈 因為你知道 帝國 我知道我知道 我有片子可以推薦給初凶 你可以看那個 查理心演的那個雞飛總共演 上面有 不一樣 沒有那個不一樣 那個 飛機的翅膀要斷掉 還會用翅膀去拍打那個什麼 拍打人家 人家掉下去 還翻了一個跟斗在裡面 我知道啊 就還有 欸他他還有特技好不好 他是機翼都沒了都可以降落 是直接垂直式降落這樣 那個飛行員不小心飛出去 然後還被那個後面的雞雅魯霸 這樣 那個那個在那個007的那個什麼 比爾斯布拉斯達的007裡面 曾經有這麼這麼一段 那部片叫明日帝國 就楊子雄演 在一開始的15分鐘的戲裡面 他那個什麼 呃 弄到那個飛機有沒有 他開飛機要逃走 結果後面的人那個 後面的飛行員在那邊弄他 然後他就幫他按著彈射 就彈射出去噴到別的飛機上面 然後就馬的 然後就這樣就擊墜了一架 這樣子 那就是那是雞飛總共員其中一幕 對但是我只是說 後來這明日帝國也直接 直接很認真地把這個東西拿來用 你知道 Alright 好啦這個是曼達洛人 我個人 不過我剛剛 我剛剛問馬大說 欸這部片會不會致敬太多 是因為說我前幾天才看的魔鬼終結者6 那 那您覺得怎麼樣 片子我覺得拍得還不差啦 終歸終結 可是我有點困擾我 就是他自禁的部分真的太多了 對 自禁他不管是很多的設定 還有他很多的動作場面 都讓我有感覺到說 他就是以第一集或第二集來為目標 然後再把它重整一下 再把它拍出來 對這種拍法其實可以勾起 觀眾的懷念情緩沒有錯 但是某些從事上面而言又代表說 喔製作群就是比較想用比較保守的方式 去做這東西 他們不用 他們沒有想要開創新的東西 對沒有想要開創新的東西 當然也不是說這部片沒有新的東西啦 像我自己其實是蠻喜歡 第六集把地點設在墨西哥的 對還蠻符合現代的這個世界觀的設定的 還蠻符合現在的政治潮流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也喜歡他們在那個 邊境的那個 邊境監獄吧 他們一大堆那個被收留的犯人 要逃出來的那一幕 其實我覺得那一幕拍的還蠻有味道 那一幕是我覺得這部片 最有代表性的一場戲 那是代表說這部片 跟其他的魔鬼終結者系列玩比較不一樣的個性 那一幕證明說這部片還是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不過前面跟後面就真的是致病太嚴重了 反正致病太嚴重了 我覺得如果你覺得要講他的最大的問題 我是覺得他的尾巴 就是他前面好像都用盡了力氣 所以他自己到後面的時候你就會覺得 你要講說他致敬嗎 但是也覺得好像沒有做得很好 然後又覺得好像 任何一代的尾巴可能都比他還要精彩的感覺 雖然有雖然他在裡面放了一些單挑的畫面進去 那一段我覺得算是有趣的 就是幾個人要維歐 維歐兩個魔鬼中 就是兩個那個敵人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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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3 R3 R2 R1 R2 R1 R1 R2 為什麼我會說安眠醫生有滿滿心在裡面 他們的癥結組在宣誓的時候 我想說 You are chosen We are chosen one OK 邱森萬就是今天是一個人 是這樣嗎 沒有 你講到邱森萬我想到的都不是這個 我想到的是那個虎鶴雙型 他直接那個人就姓邱森 所以後面的女孩子就叫他 Chosen 很煩啊 心在裡面 Chosen one是一個非常非常經典的梗 因為就是歐比王講的 You are chosen one 這是歐比王講的啊 You last name is one Chosen 煩死了 沒有啊 你有空可以再去看 裡面也有在笑那個手部曲 對 還有故意有一段那個 Chosen one 就是那個 因為虎鶴雙型是把那個 王宇所拍的那個什麼 武俠片啊 直接換臉 直接換臉 然後配英文 然後就直接 就重新剪輯這樣 然後再放一些他們 補拍一些畫面 然後來拼那個故事 你知道嗎 那一部超白爛 超白爛 就是裡面有 但是他的笑話我真的完全都中 就是可能如果平常沒有在看電影的人 覺得他只是一部那種無腦的那個什麼 很低俗的電影 但是你知道啊 你只要有在拍 你只要有在拍的人啊 你就知道他都都是拿那個 類似影像的錯字啊 或是剪輯的原理來開你玩笑的 你知道嗎 像裡面有一個 那種鏡頭 就是武俠片 總是會有那種急速往前推 推到人家的特寫 可是我剛剛還是全身都看得到那個 鏡頭有沒有 突然間一瞬間推到我的頭這邊 然後中間會中間那個過程 就是所謂的效果線 如果你們看動畫畫 那個漫畫不是後面都會畫那個線 那個其實在模擬在網 鏡頭在往前推的時候 他那個旁邊全部的那個什麼 的那個模糊 叫做英文叫尊不樂 潤潤是那個什麼推進的那個故事 那個變焦的那個什麼的意思 就是說你快速的變焦的那個過程 旁邊都會模糊掉 對 然後那個 那個 極速極速往前推 然後他們就拿那個 來開玩笑 就是 男主角人走到原野 然後突然間遇到一堆匪徒 這樣子 一堆匪徒讓贊成一排 然後裡面 最最重要中間那個還穿著 像那個達斯維德一樣 就是那個全身黑黑黑的這樣子 但是日本的那種劍道的那個衣服 然後就鏡頭就往前推推到那個 推到那個什麼那個 敵人的頭頭那邊然後還有音效 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在推到男主角 然後 然後 然後他們兩個人就 看了兩久也沒有也沒有要講什麼 然後就鏡頭就等一下我突然就往後拉一下 然後那個人就嚇一跳 然後往後抖 然後突然間好像大家都想起來一樣都在開始 再推到他特別這樣 然後男主角就 然後在 推完第一個就想說再去推旁邊的人好 然後就推到旁邊那個 就在那邊 狂拉 拉到後來你如果自己是知道的人啊 你自己平常看這個 你會被他鬥到瘋掉 因為 因為通常這個鏡頭語言出來說代表是一種 張力就是 有點像是那種 摔角選手嗆聲你知道嗎 就是我的那個正面的那個鏡頭 然後我要宣告什麼 結果什麼都沒講 結果於是因為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只好輪流切到旁邊的地方這樣 然後後來就推可能突然間推到男主角奶頭那邊 為什麼要Focus這裡這樣 然後突然間再拉過去 為什麼突然間出現一個金髮的 穿泳裝的美女 然後就蹲在那邊 他怎麼說出現在這裡的 然後就一起在那邊狂推這樣子 就這樣子玩了大概兩分鐘 但是 說老實話我那時候看的時候笑倒在地 完全都沒有辦法 沒辦法保持冷靜 我現在看完還是會覺得這超好笑的 我記得虎鶴雙型他應該有很多的片段都在YouTube收得到嗎 那個英文片名叫做空炮 就是我們的那個什麼 他是直接寫法那個大衛卡拉丁的影集叫空腹 有一個影集叫空腹 就是那個 如果你有看那個李小龍傳的話 李小龍傳 空腹是李小龍帶進去的 空腹這個影集本來是李小龍的提案 他內容故事就講說是一個那個什麼武生 要去尋找他的那個 尋找他的兄弟這樣子的故事 可是他是有武功的 可是他在大西部 可是一開始本來是想說 這樣子那個什麼 當然是要有武功的讓有武功的人來演 結果沒有 到最後還是讓一個白人來演 所以那個李小龍就失去這個工作機會 結果他就是沒辦法 就是投資者不喜歡 他就把他改成了西部片 變成另外一個有名的白人演員去演這個角色 然後演那種西部的那種人的感覺一樣 那個大衛卡拉丁最後死的不是很名譽 就是在那個什麼 就是大衛卡拉丁最後的那個什麼 一個比較有名的作品就是追殺比爾 他是比爾 那當然會找他來演當然也是因為他過去在那個 在空腹這個影集裡面很紅 結果那個大衛卡拉丁最後晚節不搞 他後來被發現死於窒息心 心愛 就被人家發現說他在拍片的一個過程中 在那個他的那個房間沒出來就 全身赤裸然後脖子 脖子纏著一條東西然後掛在那邊死掉 這幾年前的事情 對啊 OK 好啦那個 從曼達洛人講到 胡互雙型 我真的覺得這種白爛片 真的可以好 我真的覺得白爛片真的 有時候一起 一個人看真的沒什麼 一群人幹真的超好笑 對啊 超級好笑 說實在話 好的 差不多 然後我要來 小黃文 好久沒有小黃文 好久沒小黃文 等一下等一下 我看一下房事文雄 上次有沒有存 我覺得上次不受脫稿嗎 對我脫稿兩週 有那個 吃草喝魚的故事 小黃文狂 我想再補充一個東西 最近啊 因為 禮拜一是曼達洛人上 對不對 然後禮拜二是殞落秩序的片子上 就是新的那個 新的星際大戰的遊戲 然後 殞落 又不玩遊戲 所以我不會講 他是 他的那個廣告拍得很棒 沒有啊 我打算 我剛剛有看到 我打算明天去找時間 我看了都 真的是 好有feel 那是一種 那是一種 會感動的feel 會感覺就是你身邊的人 可以陪你玩那種feel 對啊 組織語 那些feel order 你知道 你知道當時在講feel order的時候 我們一起 因為我們裡面有人是 他是在 官方那邊工作的 他們就一直在討論 要用什麼名字 你知道嗎 對啊 糟糕我想起來 我忘記要講一個 好 花點時間講好了 應該 十分鐘內說著玩 刀劍神域 對 我忘記要講 你知道 下禮拜有那個 賽道狂人跟冰雪奇緣 我沒辦法 我沒時間 對啊 對 你那個 蘇兄這邊有 接到那個 那個 82年生的金智英 的那個 邀請嗎 什麼 那是什麼 82年 沒有 82年生的金智英 沒有 好像沒有 沒看到 好軟 想看一下 而且我也想知道說 欸 本頻道的那個 眾男生們 看這部片能夠討論出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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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 82年生的金智英 Youtube 可以看到 鄭玉美 吸手恐流 三度合作出現在 我覺得應該 難吧 所以我之前每次也偶爾會去看韓國片 但是我覺得韓國片在本頻道不是很有共鳴 但是我覺得本頻道不是的觀眾不是說那個什麼偏到任何一種 但是顯然每片 歐美電影稍微較多一點 你說到那個韓國 我最近Youtube有一支廣告 就是潤兒街的一個就是 叫大家去韓國旅遊的廣告 我覺得這女生好可愛喔 這誰喔 原來是少年 原來是潤兒 潤兒是誰 沒有 我本身沒在看那種 我也沒很熟啊 對啊 這廣告一支女生好 好可 好 很正 很正 是很正 是我喜歡的那一種 對啊 笑起來甜品 那馬大 馬大你可以看那個啊 那個什麼電影 那個 前陣子才上映的 那個 欸我突然忘記 我還 那部我有看喔 我看一下 那部片其實還蠻有趣的一部片 哪一部 什麼片 看一下 我先去上廁所 等一下你們回來再講道歉 對 極限逃生啦 極限逃生 有聽說 有聽說 聽說很有趣 對 那部我有看過還蠻有趣的 不便的 就講一個 對 三十幾歲的魯蛇 這樣子 然後某一天參加 他爸媽 他親人的結婚典禮 然後沒想到剛好那一棟大樓 發生恐怖攻擊 對 然後那個 跟人混在那裡 就是魯蛇大對決嗎 欸其實我說實在話啦 台灣的片上真的很用心啦 台灣每個禮拜都有十幾部新片可以看 而且能夠進來台灣的外國片 其實都經過三選 說實在話都不會太差 只是因為 圈真的太多了 大家看不完 我覺得這一片子其實 我覺得 喜歡看電影都可以多多去看看 每週新片 對啊 尤其是可以 我個人真的覺得 印度片跟韓國片 還有就是 怎樣講 你不要看美國 不要看台灣 不要看大陸 不要看日本 日本可以 就是不要看美國 台灣跟大陸 這三個片型之外 其他國家的片 有進來台灣的 其實都很不錯 對啊 不是 馬大如果你喜歡潤鵝的話 那你要看極限逃生 真的喔 那我去看一下好了 應該最近應該 因為我記得是兩三個月前的片子 搞不好應該再過一兩個禮拜 應該就有 那個線上的那個 那個線上出桌串流 應該就可以看了 嗯 講到因為 好啦我來補充一下好了 因為馬達洛倫 目前台灣沒有辦法 沒有有 沒有合法的官員可以看啦 所以大家就要靠原力去找 事實上是找得到的 是找得到的 對啊 但是迪士尼Plus如果有來的話 我還是會訂閱一下 我還是會訂一下 因為他一定會 我應該會為了新戰東西 去訂迪士尼Plus 然後看完之後我就退掉 哈哈哈哈 你看我目前說真的 像Netflix有沒有 一開始我有訂 但是 訂了之後發現 我根本沒在看 因為 他連片太 對我來講 我想看的片太少了 所以我訂了幾個月之後 我就看我幾乎 我想看的幾乎沒有啊 然後 然後 我就乾脆退掉 因為我真的用不到 我下載完之後 我還沒記事 就上去就過了 我也沒再用 其實我覺得比較理想的做法是 幾個朋友 然後每個人去訂閱不同的頻道 然後交換著用 但是呢 我覺得Netflix最近好像想要防止這個 有 像我現在 本來我夢弄的那個家庭的啊 家庭然後就是 可以四個人用這樣 對啊 然後所以我家裡面都在用這個 我其實一直都覺得這樣才滿划算的啊 但是他們現在好像就是 開始覺得這不划算了想要鎖死我 我也是這樣用的啊 我也是跟幾個親戚同樣用同的帳號 那那個你看喔 像我的 這種事情 過往也曾經發生過 你知道就是有在玩遊戲的人應該知道 就是PlayStation的那個 他們的那個APP Plus 對 還有那個遊戲 數位遊戲其實以前是可以最多可以五台機器一起用的 所以當時就曾經開始有人就是說大家開始 因為一片遊戲到1000多塊吧 你數位版遊戲1000多塊 然後你如果五個人分享一個人叫200多塊就可以玩到這遊戲 對那 可是後來他們就官方就開始不爽了 就把規定說只能夠有兩台 但是你知道我真的覺得現在兩台開始不夠 因為其實啊 我們家裡面也開始就是當你PS4用久了 後來出現後繼機 PS4 Pro 那我PS4就 賣給我弟 但是這個有些數位的遊戲就 就不能共用 那真的是就只能夠兩個 因為我可能之前跟我的朋友兩個人共用一台 就是他有他有PS4 我有我的所以我們兩個人可以比如說我們買數位版什麼他就可以用這樣 結果現在想要讓我弟使用就沒辦法 我其實覺得他們應該要開始放寬這個規定 因為其實你 如果你用久然後大家其實累積的那個機器會越來越多 對喔 不能夠再這樣子 對啊 平台 wes 開 每個平台每個都沒有幾個自己想看的 嗯 這個 spun 我覺得那個比較 我真的覺得那樣子的方式就是換啦 就比如說 好那我買那你買那個迪斯尼夾 那不然之前曾經有那個 都放算統計過啊 如果把現在如果你 你真的是什麼都想要看到 那你加起來的錢可能比先可能比去買Cable還要貴很多 像你這個可能Netflix一個月就三百多塊 三九九我是買最貴的 4K可以看4K 但我自己到現在都還沒有那個器材 可是迪士尼家 然後又一筆 然後Apple TV又來一個 那個 真的是超麻煩的 然後我覺得一個人大概三四個 好奇就已經到極限了 你要我 挖在五個平台上花錢我可能花不出來的 沒有我們其實 可是我們其實是不知不覺的在很多平台上不知不覺的消費 像我現在 可能Netflix一個 然後Spotify也有買 然後我還有i10的那個什麼 賬號 有之前有他現在i10的那個也有音樂串流 但我不想買 那我之前其實有買了一個我 可以把你的那個 唱的CD 完全線上化的一個 就是把你的東西弄上雲端然後那個是免 免費的那個 不是免費啦就是那個空間是無限的但是你一年好像要繳 好像繳五六百塊 我記得是這樣子 然後還有什麼還有Dropbox 因為Dropbox是工作用的 你知道那個空間 是一定要大 所以等於是你不知不覺都在負擔一些那種 定時扣你錢的東西 你不要更不要提這個 你的手機網路有沒有吃到飽啊 對不對 所以每個月你其實都會 所以你每個月都會不知不覺被扣很多錢 你知道嗎 這個有點麻煩你知道嗎 好啦 好啦 而且說真的 我很喜歡聽一個 YouTube 應該是他也是大陸的但是他有PO到YouTube這邊 他叫紅酒湯姆一世 他常在講很多3C的遊戲的一些發展秘辛 或是一些發展流程過程之類的 他裡面就有一集講到說OK USB頭 的發展歷史 你為什麼突然間講到這個 我剛剛不是 為什麼要從那邊講到 裡面有一個觀點 裡面他講到一個觀點 就是 當你這個東西是付費的時候 因為他那時候講說OK 那個蘋果他的 那時候USB還沒有 USB2.0 3年還沒出來 USB的那個傳輸數還很慢 然後那個時候蘋果就有一個火線接頭 他傳輸很快 Firewire 對 然後 他別就講 那個觀點就是說OK 你現在 如果你 東西好 要付錢 沒問題 免費的沒那麼好用 那有些人就願意花錢來用好用的OK 他有差異化嘛對不對 可是當免費的東西跟付錢的東西 沒有什麼差異化的時候 很多人 平常用的人就不太會刻意去 特別花這個錢去弄這一塊 我覺得 就像我就像我跟 所謂的串流平台就像這種感覺 因為 我要看的東西很雜 所以我如果要早期來看 哇那我必須要花很多很多錢 那我不能買DVD就算了 之前的頭 之前有人在做這個統計的那個什麼 報告是說 這種 這種 百家爭鳴之狀況 很有可能會 讓那個網路群眾再度走回到 沒錯 太過麻煩 負擔太大 這個 我是覺得我短期內是不會放棄 Netflix 因為Netflix 說老實話 我之前就有提到過 我覺得那個 很聰明 然後他打了那個目標觀眾群其實也能 非常明確 然後我正好就是被他擊中的一個 目標觀眾 因為他其實擊中的其中一點是 核心 喜歡科幻的 宅男 這種人我們這種人也許不是沒有非常強大的那個物理背景 但是我們其實對這種事情是極有興趣 然後我們其實也 也喜歡這種故事 然後呢我們可能喜歡玩遊戲 所以我們對於那個開放式的那種那個什麼設定啊 很很異世界的設定啊奇幻設定科幻設定我們 都我們都其實非常歡迎 然後因為常常玩車槍球的我們 我們其實也喜歡暴力跟血腥跟黑暗的故事 所以Netflix他們的東西其實你可以發現 基本上有非常多的色情跟暴力跟動作 然後 像是那個什麼 像是那個什麼 AV帝王 有一些女生是為了AV帝王而看Netflix 還不少喔 對 但是你可以發現他在裡面的那個劇啊 選出來的東西 其實 非常的明確 然後呢我之前有提到過他為了要打這種群 所以他在台灣的布局其實中文化其實是非常的普及的 就什麼都有中文的 然後那個 還有什麼就是他的那個載具也相當的相當的多 就是你從 電腦網頁喔 然後手機 然後甚至PS4跟Xbox都有 然後我其實覺得你知道我那個 當年我在買PS3的時候啊 PS3其實S Sony他們本來的目標是想要把它打造成 客廳裡面的那個什麼萬用 萬用器具 可以玩遊戲可以看電影然後還可以卡到OK 然後還可以 就是還可以做很多事情還可以上網什麼幹嘛 但是呢 因為那時候在台灣啊他其實他的資源其實不夠多 就是 那個時候他們其實還曾經有試圖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 中華電信啊 的那個 MOD 曾經有試的弄過 你知道嗎 但是後來就是 一下子就沒了 因為就是很明顯就是客戶 不買帳 就是那個東西不夠多 你知道不夠普及 對那 卡到OK好像在PS3也有但他們就只有在日本那個什麼的環境有這種東西 就是你想要可以唱而已 在那個可能就在日本本地才有 我覺得到PS4才真正有開始滿足而說哇 這一台機器除了可以玩遊戲還可以看電影 然後他還有Spotify的那個什麼 的的的的那個什麼服務 所以你就會變成說 他同時有 電影 影集音樂 跟玩遊戲 這四種功能 那PS4在我手上就突然間就多了非常多人的那個他不會再像PS3那個那個時候就是喔 我才打開就後來就太久沒開到壞掉 我那時候才真的體驗到說現在的電器是 你不常用他就壞了 的那種狀態 那PS4就真的是你常常每天就開著他他可能是 變成你的 像我們以前 你可能用電腦做所有的事情 打電動啊然後工作啊 然後做文書處理啊然後玩遊戲啊 然後看電影之類的 但是 有了PS4之後我覺得玩遊戲跟那個 看電影就突然間移開了 就跑到另外一邊去 對啊 好啦 OK好啦這個是 題外話 我還沒講那個勒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其實我真心覺得李安搞不好很適合拍新世紀福音戰士的真人版 要不然拍鋼彈系列也是個不錯的題材啦 呃啊 殴ってなぜ悪い 親父にもぶたれたことないのに これからも 我達者で 失礼いたします お子様をわずから ソメ お前だって軍人になったんだろうが まだ僕には帰る